當然,我想大家經常在電視、新聞、報紙等等都會聽見我們說乳房的普查 其實我們的乳房普查的目的,其實最主要是希望在一個很早的時間 我們會發現到有問題及早去跟治 如果越早做的話,可能手術後的治療也會相對來說少些 康復也會快些 明白,但很多時候很多女性都不太清楚知道 到底我有甚麼症狀,可能需要去見醫生 或者有甚麼症狀,可能未必是 因為有很多成年的女性,可能他們的乳房上面 都一定會有少許的結節,甚至有少許淋巴上面的問題等等 對於這一方面,是否要去看醫生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都會提議,因為很多時候女性乳房問題其實都挺普遍的 當然如果大家不明白或者有擔心的,當然是隨時找醫生去看 最常見乳房的問題,除了癌症之外 當然有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良性的情況 例如是良性的硬快,像你剛才所說的,結節,水流 當然很多女性都會,經期來之前,會有乳房會脹痛不舒服 又或者是乳頭的分泌 這些都是比較常見的乳房的情況 首先說一說良性的硬快 剛才說過結節,其實結節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其實它本身自己會很少變硬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檢查,即是用手去摸 憑那個質感的形狀 還有我們可以加一些超聲波 預防造影的檢查去看情況 而我們可以看看是否一個良性的結節 如果我們的良性結節有懷疑的話 我們也可以抽取組織去確診 另一個比較常見就是水流 好,常常水流你當它好像一個浪包在泡水一樣 其實水流本身都是良性的 它變癌的機會率亦都很低 大部分其實它沒有甚麼不舒服 但是當然有部分有些類性很常見的 就是本身有個水流 然後可能突然之間水流漲大了三四倍 它就會痛不舒服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放一支針下去,幫它抽了裡面的水出來 第一,它可以縮小水流 第二,我們亦都可以拿些水去化驗 看看它有沒有甚麼問題 如果化驗了回來是有癌細胞的話 我們就要做手術處理 當然如果化驗回來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亦都可以選擇觀察 除了良性的腫瘤之外 其實剛才說過了,最常見的 我想每個女性都總會覺得 就是經期前預防脹痛 其實這個可能是比較大家經常聽見的 叫做預線增生 本身預線增生其實不是一個病 是我們一個荷爾蒙刺激著我們乳房 而產生一個正常的變化 這個我們會是怎樣呢? 可能經期前乳房會有脹痛不舒服 摸下去可能有些很小粒很小粒的東西 這樣會摸得到 這些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第一,我們會做個臨床檢查 加上一些造影檢查 去排除了它裡面不是一個癌症的問題 之後呢 或者我們也都排除了不是一個發炎的問題 之後其實呢 通常我們都會給一些 就是叫它按摩 暖呼 或者甚至給一些止痛藥物 希望它減低它的不舒服 除了預防脹痛之外 我想有 其實大概有40-50%的女性 都會有機會試過乳頭有些分泌 其實乳頭分泌其實都挺常見的 我們乳頭分泌可以分泌什麼出來呢? 最常見的就是黃色清水 又或者最害怕的就是血 或者甚至是綠色的水 如果去到血或者綠色的水 有時候我們就會擔心發炎或者癌症 而有部分女性 其實可能會有些普通的清水流出來 其實是會有機會的 因為受著何而無刺激而影響 當然,另一件事可以是一些藥物 例如有部分女性可能吃一些精神科藥物 或者等等的藥物 都會荷爾蒙藥 都會有機會有乳頭分泌 另一件事比較少 就是可能病人的腦下垂體有個腫瘤 都會刺激到乳頭有些奶類的分泌 所以其實如果有乳頭的分泌 其實我們都會提議 可能盡快去看醫生 最主要去做一個檢查 去看看什麼原因 看看需要不需要他做一些手術去處理 明白 多謝陳醫生這麼詳細的講解 但可能有些人都會去奇怪去問 到底作為一個女性 有沒有說其實醫生都會建議她 大概在什麼年紀開始 可能建議真的做一個定期上的檢查 其實我們經常說的 預防篩查的情況 預防篩查其實我們包括自己的檢查 自己檢查就是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都會提議所有女性 可能大概20歲開始 每一個月 比如洗澡的時候 去按一下自己的乳房 去摸一下究竟有沒有任何的硬塊 摸得到 如果摸到任何硬塊 就盡快去看醫生 另外除了自己檢查之外 當然就是要做一些造影的檢查 如果我們會提議20歲或者40歲以下的女性 我們都會提議用超聲波檢查都已經足夠了 但是如果去到40歲以上的女性 我們就會提議她要加上預防造影檢查 那多久會做一次呢 我們通常都會提議 可能兩年左右或者一年左右都會去做一次 其實目的就算你沒有任何病徵 沒有任何東西摸到 我們都會提議去做這些檢查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一部分的乳癌 其實可能很初期的時候是甚麼病徵都沒有的 我們就希望用這個檢查的方法 可以及早去找得到這些痕癌出來 嗯 明白 原來其實在篩查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類別的篩查 但我剛才可能也有聽到醫生說 原來可能我們真的要去做一些檢查 我聽過了 好像有些是否叫2D或者3D 其實那些檢查又是甚麼來的 我知道2D又好像便宜於3D 那便宜的東西又是否貴的東西又是否又好些 其實我們乳房的檢查 剛才也提及過有乳房造影和超聲波 乳房造影簡單來說就是夾乳房 大家聽見都很害怕的 夾乳房 其實這個乳房造影的準確度是視乎年紀的 年紀越小的準確度會越低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乳房 其實你當它是由脂肪、乳腺管和纖維去組成的 當我們40歲以下或者年輕的女性 相對來說纖維會比較多些 而纖維在X光下是光的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做一個X光的話 那便會甚麼都看不到 但相對來說我們年紀開始大了 那麼乳房的脂肪會多些 所以相對來說乳房造影的準確度就會高些 所以其實都看得到 其實如果我們去到60歲以上的話 其實乳房造影的準確度可能去到90多個百分比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即40歲以下可能低於50% 那因為這個原因的關係 所以小過40歲以下或者35歲以下的女性 我們都不會提議做乳房造影的 那麼乳房造影其實我們去看些甚麼呢 最主要第一看看有沒有大的陰影 還有第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看蓋化點 蓋化點是甚麼呢 就是乳房造影下你會看到一些很光的點 那麼我們會憑它的尺寸 形狀 而再決定究竟它會不會有一個懷疑性的情況 因為蓋化點其實是有機會在一些癌前的病變 癌前病變意思就是癌前前期 我們希望可以及早去做手術處理得到的話 我們就等它沒有得變癌 所以這個就是乳房造影的好處 那麼除了乳房造影之外 當然剛才說的是超聲波 那麼超聲波相對來說 它的好處就是它沒有輻射 不需要夾乳房 那麼我們亦都可以看得到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陰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陰影是一個水流 還是一個纖維流 還是一個癌症 相對來說它會看到一些比較細微的東西 那麼剛才提到3D和2D 那麼傳統我們的乳房造影全部是2D的 2D的意思就是我們夾乳房 然後就會有至少兩至三個角度去拍一個乳房造影 出來用X光的方法去拍的 那麼我們夾乳房的目的就是 將乳房壓平它 它就讓那個組織可以均勻一點 那麼我們X光就可能容易穿透一點了 那麼問題是 現在我們出了3D的預防造影的好處就是 3D預防造影它的準確度會高一點的 比2D 其實3D預防造影就是它用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它用一個很短時間內可能拍六七十張的X光片 而它再製造一個影像出來的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準確度會高很多 而我們也都看到它的準確度可以比平時2D的話 可能高40-50%都會有的 哇差不多多成一半 是 還有其實有時我們2D預防造影 有時候都會看到一些假的陰影 而我們會看到一些假的陰影 所以我們會很害怕,一定會跟病人說 病人就會很擔心 一起害怕,做事實 但如果3D來說,因為解像度高 所以相對來說,這些假的結果陰影 機會率就會低很多,低40%多 而且最主要,大家女人很關心 就是夾一下力量 對,那是怎樣的 因為3D預防造影夾的力量,研究所低幾十% 對,而過程亦會快很多 所以3D預防造影的好處就是 包括準確度高一點 病人的舒適度高一點 以及解像度高一點 當然,價錢亦會貴一點 明白 所以就要視乎病人 看看有沒有3D預防造影給病人選擇 剛才聽到3D預防造影的好處 所以相對地來說,可能真的好很多 價錢方面,做一次檢查是多少錢 當然,好東西當然是貴一點 如果跟2D相比 當然要有醫生檢查 醫生檢查後的講解 醫生的檢查講解 加上這個造影檢查 可能3D預防造影會大約五千多元 但如果2D可能二千多三千元左右 但問題是3D的好處 其實見到是比2D多很多 對,因為同時間 我們只是用那千多二千元來買 大家剛才說的那個 你又擔心,我也擔心 我覺得很划算 反而這件事上 起碼不需要大家一起擔心售貨 照完出來又要再照顧 其實數目在上 所以我覺得3D相對來說 現在的認售性應該非常廣泛 是不是? 其實也是 其實3D預防造影出了很多年 只不過這幾年開始大家會聽多了 因為我們多了地方會有3D預防造影 當然你說是否全香港的政府醫院 和私家醫院都有這件事 其實不是的 OK 所以其實都是某幾個地方 才會有3D預防造影 當然做完預防造影之後 也要想一下抽針 或者之後的治療等等 也不是很多個地方 會有機會有這樣的配套 明白 但其實我們這樣想 例如我當做一次檢查 大概可能 例如醫生所說 可能五千多元左右 但是如果我們及早地去檢查 反而可以散略了 我們之後很多不必要的花費 例如可能我們的治療 要說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 這些非常龐大的費用 所以我覺得有病真的趁早醫 甚至我們盡快 去做一些定期性的檢查 對於我們女性來說 好好地去保護我們的預防 絕對是一項值得 非常之我們值得的投資 我也知道 今天非常開心 因為我知道 加勒沙醫院 也特別地去說 我們這次的節目 也帶了一個宣傳片過來 可以去看看 真正整個3D造影的過程 甚至內容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都一起去看看 這個3D的Morogram的片段 大家好 歡迎來到加勒沙醫院 3D預防造影中心 我是芳石師 Emilia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部3D預防造影 要介紹3D造影 首先要了解傳統的2D預防造影 究竟是甚麼 傳統的2D預防造影 就是將一個立體的器官 壓成平面 然後就照一張X光 看看有甚麼問題 而壓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平日常常說的夾胸 可以想像到 當一個立體的器官 用2D的角度去拍攝的時候 會衍生兩個問題 要是有事的地方 被前後的組織遮住了 即是有事的話會偵測不到 要是反過來 明明沒事 但有可能因為 乳房組織影像重疊在一起 所以被誤以為是有問題 為了突破這個局限 我們就有3D立體預防造影的出現 舊型號的3D立體預防造影 價錢亦都相對比較貴 輻射量高 現在新一代的3D立體預防造影 即是我們現在的這一步 輻射量高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與以前的2D預防造影相約 價錢相宜 同時 各系統已經進步到 只是做一套3D 就可以製合成不同層次 不同角度的2D影像 而輻射量亦都差不多 與以前相比 真是很大的進步 而對怕痛的女士來說 3D立體預防造影的賣點 就是它沒有那麼痛 而且它是電腦合成後製2D片 即是它更清晰過直接做的2D影像 現在就打來我們的熱線 2825 500 300 預約3D立體預防造影的檢查 母親節期間還有特別的優惠 快點打來問一下 好 剛才那條片非常精彩 亦都可以完全解釋到 整個3D的流程 到底可以怎樣來做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對於整個3D預防造影 亦都有更加多一層的了解 相比起傳統的2D上的檢查 的而且確都知道 我們無論是痛楚上 甚至可能是準繩度方面 亦都大大地提升了 今天我們由女性候補 甚至每一個客人都要注重 這件事 就是要注重乳房上的健康 今天非常開心 亦都麻煩我們Dr.Chang 今天可以為我們帶來一個非常精彩 而且亦都非常豐富的 語房上的內容關注 去跟我們分享 我們所有的觀眾 亦都留意一下 我們這一刻的螢光幕 因為看到螢光幕上面 其實亦都顯示了 就是加勒薩醫院 我們在微信上的公眾號 亦都不妨拿起你們的電話 掃一掃這個QR Code 可以去追蹤他們的公眾號 中間有甚麼問題的資訊 甚至有甚麼給國內的同事 又或者是國內不同的客戶 想針對對於預防造影這方面的了解 亦都不妨可以去看這個公眾號 可以拿到更進一步的資訊 今天非常感謝醫生 為我們作出一個這麼好的講解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 又怎會是分享資訊這麼簡單 有我的出現自然會是怎樣的 當然會有些QPON 甚至優惠可以提供給大家 說笑而已 其實不關我的事 其實我是怎樣的 今天亦都非常之開心 因為剛才我們也聽過了 可能知道3D造影 其實的確對於女性客戶來說 都是一個都頗關注的檢查 但是你說花費上面 其實你說貴值得 但是又好像銀是有一點點 又未必想給住 那可以怎樣呢 如果我們用一個半價的價錢 或者是一個雙而少的價錢 又會不會反而有些心動的感覺呢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之榮幸 我們得到加勒薩醫院 能夠去送出給我們 大概我們會有三個的QPON 就是可以去做一個3D檢查優惠券 可以去給我們三位的一個幸運兒 說明幸運兒 我們要怎樣做呢 當然就是要一個有獎問答遊戲 我們馬上來看看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是甚麼 非常之簡單 我相信在座的觀眾都一定會回答 那就是問題 今天這個健康講座 其實我們針對的內容是甚麼主題呢 我們會有A 乳房 我們會有B 腸胃 好了 知道的朋友 我相信那麼聰明的你一定會回答 所以千萬不要害羞 好 在我們的檢查簿裏面 記得去打回你相關的答案 記住我們今天的問題是 今天的健康主題會是甚麼內容呢 A 會是乳房 B 會是腸胃 記得不要害羞 立即在下面留言 我們的同事也會有專人 來看回最快答對的朋友 我們就會選你 來作為今次得獎的幸運兒 名額只有三個 是三個 所以大家真的快快手 在你們的留言上面 盡快去回覆我們 我們Admin的同事 稍後就會有專人 來告訴你 這個優惠可以送到你手上 話這麼快節目其實也來到尾聲 今天也再次去多謝陳醫生的分享 同時間也都多謝加勒薩醫院 對我們全力的支援 可以去給更加多 關於女性乳房這方面的健康資訊 去跟大家分享 直直接下來會是這個母親節 希望無論男男女女 兒子女女都真的要尊重 我們甚至乎要去關心我們的女性 其實乳房的問題一直都仍然存在 大家一定不可以再去逃避 去正視它及早去根治 從而可以令到你未來的人生 可以更加舒適更加開心 另外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OK 時間節目差不多了 有機會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